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前啊 我们这次团队不是在黑皮斯三学院这个地方 我们去了六个人嘛 对对对 所以呢 大烦一点 把六个人的交通住宿啊 各种各样全部都报效了 可以 这个可以 棒 那么好 那小树 你是之前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黑POP 其实2003年 那也蛮早 十二年前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的 读大学嘛 2003年读大学的时候 大学社团等于是先了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学长 大家当时一起创办的这个社团 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说呢 学生社团转成商业社团 所以呢 就开始进行一些商业化的动作 然后包括呢 自己做工作时啊 进商场 开店啊 一路走到现在 啊 那其实跟其他团队 还都有类似的地方 嗯 那个大学新主社团 那后边大家可能希望有个东西 能够让大家一起继续在一起 所以有这么可能做工作时啊 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基本是这样吧 除了近两年的新兴社团之外 老一些的社团 应该都是有从学生社团演变过来的一个经验 是 那我又了解到后边 其实好像你又离开了对吧 好像去工作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 那大学毕业总是扛不住家里的压力嘛 嗯 当时 呃 毕业的时候 其实家里头就意思就是 我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 也有这样的问题 是 啊 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跳跳舞没有关系 但是毕业了以后 一定要有一份 有无限一斤要 国际的 国字头或央起的什么工作了 是 所以呢 我当时大学毕业以后 就找了一份中国移动的工作 然后在中国移动也工作了七年 那同时的话呢 圣舞堂这边 ST也是没有放弃 就是 我们依然还在经营着ST 但是同时工作 两头兼顾吧这样子 啊 那这七年当中你是怎么过来的 啊 你是很适应吗 还是说有不适应的地方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太适应 应该这么说吧 靠颜值在公司 哈哈哈 我是靠嘴吗 你说你之前是培训师啊 啊 没有我们 可能 我其实干进公司的时候 嗯 我觉得 但是 纪律性自律都不是太好 我大概干进公司第一个月 然后呢就迟到了三次 每一次一个多小时那种 本来按照公司的规定的话 可能都要退工了 但是 嗯 扒了一个好姐姐的腿 所以呢 就留了下来 还是靠颜值是吧 哈哈哈 后来的话的 一步一步就还会 还会比较顺利 然后呢 移动公司在竞聘 然后等等之类 所以其实 对于现在很多 嗯 团队里头有一些人的话呢 去企业上过班 然后又回来经营团队 或者说又回来跳舞 其实我也算是有共同经历的 然后我觉得 相信跟大家也是一样 都是觉得 上班我并不会觉得不行不ok 七年的时间以后 也慢慢的变得比较习惯 但还是特别想要回来 嗯 对 是 因为我就觉得 如果说你是去一两年 然后往来我觉得可能还是 应该回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但是可能七年的这个时间 基本上你可能已经适应了那样的工作 而且不管是人脉的这种资源工作 应该都比较顺了 是 那你怎么会选择在七年这样的时候 然后完了又回到这个行业 又回到ST 嗯 这么说吧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ST要进行一次比较大的发展 嗯 嗯 就这么这么说吧 2014年我们新开了两家店 嗯 然后呢 我们新开两家都是 因为我们目前走的都是商场店的一个模式 所以两家店的话呢 不管从成本的投入上 还是未来经营 并且还是大 大跨区 嗯 以我们福州而言的话 是算是大跨区了 是 所以呢需要以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这个ST里头去 那就觉得说呢 两头雇也许就是 两头都输 所以呢 还是要考虑有每一边是重心 是 那最后就考虑回到ST 嗯 其实在移动七年的话呢 嗯 所谓朝九晚五啊 嗯 这一系列的事情 嗯 其实身体已经慢慢适应了 是 啊 然后呢工作习惯 工作思维其实也已经都慢慢适应了 毕竟七年时间也确实不短 是 啊 对但是 你真正要说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件事情的话呢 嗯 你还是会还是会出来的 嗯 嗯 特别是 当时还在纠结就是 我快要三十了 嗯 这个时候出来 嗯 还来得及 对如果再过三年 四年 这辈子就这样 这辈子的话呢 也就来不及了 所以呢 所以我在那一年的话 去年就出来了 跟你说的辞职 啊 所以可能当时的新其实还是在这个行业 然后另外一个刚好ST要进行一次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扩张也好 或者可能有大的变动也好 啊 这可能也是认为你就觉得你应该回来去吧 嘛 对 并且认为这是自己人当中应该比较重要的一次机会 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啊 是 嗯 那么可能你当时回来的话 好 那可能是也是相当于创业了嘛 对 那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两年 那这两年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跟你这七年这上班绝对是不一样 行业不一样 然后同时又是身份也不一样了 那这两年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第一件感受就特别累 啊 原有的中卧没有了 嗯 嗯 第二个感受的话呢 就是真的对金钱概念越来越模糊了 嗯 没有看到很大额的钱 其实真的都不是钱了 大家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团队管理 嗯 以前管人其实我也我也在里头也是有带团队 嗯 嗯 但是可能 不一样呢 就是移动的企业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所以他的人员进去了以后 他从新员工的管理培训开始 然后呢 一整套体系 制度就非常完善 然后大家进去了以后呢 就会自然而然的有那种把自己 啊 约束在这个条条框里头 那你去管理他的时候呢 其实相对好管理的 嗯 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呢 我们虽然也是制定了很多的规则 然后等等之类的 但是其实对于现在我的创业伙伴的一部分人的约束 我其实还是依然不够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在我们山学院最后一天论坛的时候 我演讲的那个主题叫做说 街舞行业从业人员的自我修养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当时深刻的感受就是男生对不好待啊 大家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跟其他行业首先就不太一样 嗯 另外一个像创业团队 因为他创业团队说实话 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所以他都是突发状况 是 所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像这种大公司说白了 你就按部就班 对 你其实是在一个手 但是创业团队其实是去冲 如果说你去冲你就有各种位置 嗯 所以这个话其实对人的这个挑战真的是会蛮大 啊 对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特别我相信有很多丢丢也跟我们一样有遇到的问题 就是人员流失嘛 对对 的这一类的问题 然后以前如果团队里头出现人员流失 其实中国移动也是人员流失也挺高的 但是有专门的人在负责招聘 啊 然后呢人员流失呢你只要去跟公司要人 那公司还会有人 是 现在目前的话呢人员流失 我们只能说你知道机构还不够大 没有人专门负责招聘的这一块 其实应该要有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没有 一步不完善 对没有建立的那么完善 所以人员一流失的时候呢 其实也都非常头疼 是 所以 人没了但是工作还还还在还在那里 对对对 还好的就是 导师团队是怎么会流失了 目前的话呢门店的营业人员流失 其实会比较频繁一些 所以我看到大量的大家兄弟企业都是 招行政导师对吧 我记得之前有时候把我们的课程顾问 或者是把我们的前台叫行政导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也都在招这个岗位的人 相信大家问题都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创业的心情啊 这个心路里程 应该有共鸣吧 是 那么我们再聊聊就是ST街舞的一些特性 因为我去年也有来看过 今年也有来看过 那他给我最大的感受的一点是 就是说他跟其他工作室最大的不一样 所有的店都是在上场 但是你们是怎么去考虑 是怎么一个定位会去做商场这一块 嗯 其实 这么说吧 我们第一家商场店的话呢 就在我们现在画面的背后 嗯 这是福州宝龙城市馆场 嗯 嗯 我们当时09年进入这个商场的时候 其实是蛮误打误撞的 嗯 因为当时房租还不是太高 算是可以承受的一个范围 不过不高的情况下 嗯 各位可能都比现在的行业评估要高一些了 是 对于我们行业来讲 他不管是商场贵还是 他至少进商场就已经跟其他量 已经拉高了很多 对 然后呢 我们当时这个商场还是误打误撞 嗯 然后进去了以后 承受的房租的话呢 嗯 差不多每个月都粘进两万块钱 可是就只有两百多平方 嗯 嗯 大概大家可以知道这每平米了 单价 嗯 然后 嗯 我们经营了这家商场店 两三年之后 嗯 然后呢 我们发现说呢 有两件事情是有特别明显的 第一它有自然人流 嗯 对 如果说呢 我们开在协字楼里头 我相信大家也会有 也会有过这样子的店嘛 对吧 协字楼 然后 它没有自然人流 这个商场的话呢 每个月有六十万人次在灌这个商场 嗯 嗯 我不确定有多少人逛过 逛到我的门店门口 但是至少的话呢 六十万人 嗯 我觉得总有两三万人 有经过我的店门口吧 嗯 那么我开在这里 三四年的时间的话呢 有多少人经过我的店门口 这个 对于我们的招生来说 它其实非常方便 对 宣传费用其实已经省掉大部分 对 对 所以其实是好去进行招生的 对 有自然人流 那么第二件事情的话是哪一部分好 嗯 就是对于品牌的口碑影响 对 嗯 因为如果说呢 企业要去找一家机构呢 排练年会 是 它除非呢 是在朋友介绍的情况下 会知道说 在某个鞋子楼里 或者某栋楼里头的三楼或四楼 有一个这样子的舞蹈机构 那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正常逛 它如果去挑选的情况下 就是一家机构 是在某一个栋楼里头 四楼五楼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怎么样 走进去看一下 也普普通通 啊 然后呢 一支编舞 三千块钱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哎 开在商场里头 门面又非常大 专修也特别漂亮 是 然后呢 开进去了以后呢 就问一下一支编舞 也三千块钱 其实对于它来说的话呢 就是品牌的影响力 就会让它自然觉得 好像这家更值一些 对而且信任度首先 是 是会高一些的 所以呢 我们开进商场以后呢 就逐渐发现 一是招生方便 第二是呢 我不需要宣传经费啦 我真的不用了 因为我的店招 放在那个地方 我的门店如果是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 还没有改建之前 09年第一代的门店的时候 门店的跨度是七米多 有一块七米多的大招牌 放在一个每个月有60万人次 来灌街的商场里头 你就会觉得说呢 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其他的广告 然后每次出去跟人家谈的时候呢 就会 你好 我是ST的小树 ST 哦 你们是不是在宝龙楼下 有一家店 然后我就 是的 是的 我们大概从09年开到后面 两三年之后 嗯 我们自己出去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来学习过 没有来咨询过 但是他看过 对 对 所以呢 脑子里有印象 对 就是这个概念 那因此我们当时 14年为什么说 有一次大的发展 就是我们又进了一家商场店 那么这家商场店的话呢 投资巨大 是一个以5咖形式为创想的一个商场店 所以 投资巨大 然后 嗯 并且是属于 比较高端一些的商场了 跟我目前背后的这个商场的话呢 又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因此那一年的话 我就打算说 既然现在目前是这样的状况 那 我就辞职 然后呢 出来专心做 那同年 2014年 我们又开了一家商场店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是 等于做了这么多年以后 逐渐的 从 非商场店 把门店全部转移到了商场内 嗯 那可能我们更适应去做 商场的这种 环境的做法 是 所以导致呢 像我现在已经不太会做 非商场店了 嗯 对 然后可能在这个部分的话 也要跟大家取经 嗯 如果不在商场内 要怎么做 我还真的 不是太有头绪 是 但是可能商场给人 第一个这个感觉 就比如说我们 刚刚你提到这种概念 我们路边的小饭店 跟我们商场的这种 可能酒店或者饭店 嗯 它价钱肯定是不一样 嗯 自然而然人家认为 那位也是会去吃 嗯 那这是一个概念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你对于 如果说要进商场 你的一些注意事项 因为可能大家进入商场 这个会比较少 你觉得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提醒大家 或者给大家一些建议的 嗯 商场经营这种 嗯 OK 其实呢 这么说 进商场之前的话呢 招商部跟我们 大家聊的时候呢 他第一看的 其实是品牌 嗯 我们09年 物打物撞 进了这家商场了以后 所以我们在14年 才能进入得了 其他的商场 嗯 如果你一家商场 都没有的 商场店都没有的话 其实很难进入高端商场 这么说吧 如果大家呢 在当地 有万达 那么你可能 想一次性进万达的话呢 难度会大 你可能需要有 比万达level 要低一些的商场 嗯 要先进驻 然后呢 让万达的招商部 认定 你这是一个品牌 这样子的话 你才可以进到我万达的商场 里头来 这就是一个概念 所以呢 想要进商场 越进越高端 你得先进一个低端门槛 让人家的招商部 确认你是一个品牌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进商场 各位有一件事情 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件事情上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亏了 就是消防 和平时在写字楼啊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呢 专修 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消防这一块呢 是一定要注意的 嗯 内部分想一下 其实理论上的话呢 我们这个行业 在商场里头 是没有办法做的 啊 对 因为它消防的话呢 有一些特别严格的标准 所以呢 为了达成这个严格的标准 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 消防的改造 然后为了去符合 嗯 等到大家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具体太细了 特别多 是不是得注意一点 就是说成本预算这块 一定要在消防这块 要加大预算的这个 要要要 因为正常这么说吧 呃 跟大家简单介绍 比如说呢 你在外面专修的时候 你的墙体可能自己 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在商场里头做的话呢 所有的墙体都必须是 B1级以上的消防主要材材料 嗯 然后呢 如果说你原来的天花板 地板 爱怎么做怎么做 嗯 那么在商场里头的话呢 必须是A级以上的消防主要材料 嗯 你可能原来做写字楼的时候的话呢 是 你所有的电线里头用的是 PVC的那种 呃 塑胶管 它其实也可以用很久 啊 用你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 好 但是进商场不可以 全部是铜管 所以各位 成本 啊 成本是高出来非常多的 你 你所谓的木板 呃 从 C级的变成A级 或者是B1级以上 它的成本就会再增加了 然后所有的管线材料的话呢 PVC不可以用 必须要用铜管 这一切都其实在增加成本 所以在建管的这个预算上面 可能大家就要有一些 嗯 超出一些一些一些的预算 嗯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是 包括除了房租高之外 其实装修这块也会高 嗯 对 但是大家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每个月花多少钱 在做宣传 就像我之前跟一个团队交流 每个月花五六万块钱投广告 那其实我每个月把五六万块钱省下来 拿来付房租了 以及拿来建管了 就可能达到的效果差不多 嗯 嗯 但换来的就是呢 它可能是一家很小一点的店 或者是 并不那么显眼的店 然后花五六万做广告 那我把广告钱直接 在商场里建成了一家大一点的店 然后投入更多一些的店 嗯 我觉得取舍起来的话呢 各有利弊吧 看怎么做 那商场的话同样的如果说这样的配置 其实它的收费可以再更高一点 嗯 是 其实目前的话呢 我们在福州市场 在行业内 呃 应该是算 中上的一个收费吧 至少有一件事情很明确 如果我和 其他的一些机构的话 定的是相同的指导价 但是呢 我打折的幅度一定 比他们要 少 我能打的折扣特别少 只能给出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可是呢 有一些机构的话呢 就可能 动不动就六折 遇到一个六一折 六点一折 要不然遇到一个暑假 五折五折 对 但是我能打的折扣真的比较少 但 客户一样会认就是 是 因为不管你的这个店面的这种位置 还有装修的这种量 我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嗯 差不多这种或者是先 不是差距特别大的 你情况下 那给你还是会选择你的这样的一点 对是 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在了 嗯 就是维持起来的话呢 也比较也比较累 嗯 谢谢 那么我们后边也可以再聊一下 比如说你之前在移动工作 对吧 嗯 然后我们又聊到就是说 数据化管理这一块 那可能的话在移动行业 其实是非常普遍 而且是 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系统 但是在我们行业 好像大家对于这块都还没有 都是说拿手工寄完在电脑里 嗯 然后这么去计算 嗯 那关于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 一些建议跟想法 跟大家聊一聊 嗯 其实我原来的工作 那七年里头我是特别习惯 你提数据这件事情的 嗯 中国移动的数据支撑 真的是让你叹为观止 你要知道一个福建省的移动的话呢 是有七千万的客户 嗯 那从七千万客户里头呢 筛选客户 或者提数据什么的 系统跑都要跑非常久 但是 嗯 它很完善 所以呢 我过去在体育 我在移动工作的经验的话呢 就让我知道什么叫up值 嗯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知道 小编可以打一个字 谢谢 有up值这样子的东西啊 然后客户存量啊 这样子的 呃 所以我出来了以后的话呢 跟我们公司的人 大家开始 呃 进行 管理的时候 我就会大量的在抓数据 是 特别是我干出来的头几个月 是 啊 然后 进入公司的时候 但是 系统的支撑不是很完善 嗯 我是应用人工的方式 也要抓数据 就是因为 习惯了 嗯 然后 逐渐逐渐的话 系统配善 但是 目前我们采购的系统 又并不是说 特别针对街舞行业的 所以我用起来 其实也特别头疼 然后呢 数据的管理的话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 呃 我一直在 跟我的部门的人 然后呢 在说管理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我只有两条标准 只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呢 用数据说话 是 数据一定会说话的 是 对 第二条就是呢 高标准严格管理 嗯 我对他们的话呢 是不放松的 嗯 因为 曾经我在移动带团队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 标准就特别高 是 然后呢 对他们我是凶的下去的 回来以后呢 我会发现说 我们现在有一些的管理人员 对于 他部门的员工 其实是凶不下去的 我觉得 怎么说 标准如果摆在那里 规则定好了 如果破坏了这个规则 你该凶的时候你要凶 你这件事情的话 你需要让他知道 你要守规矩 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当然 前面提到的就是我说 数据会说话 你说 你从一个导师的 客情数的变化 你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最近有没有一些问题的 就包括 呃 坦白说我去年的话呢 不对 前年 前年呢 有 两位导师 是离职 然后呢 13年的时候离职 那我14年的时候呢 我进入公司 我说我想要看 13年的导师客情状况 没有 没有人有 我就要求门店所有的人 给我把13年的导师客情状况 你们用人工的方式 做也要给我做出来 然后呢 我过了一个月左右 才拿到13年 所有导师的客情状况 然后呢 我们其中一位店长 就非常惊讶地跟我说 小树哥 原来这两个老师要离职的话呢 前期是看得出来的 是 因为他的客情状况的话呢 在6月和7月有一个明显的下滑 不正 但是呢 他并不为零 可是他不正常的明显下滑 然后呢 在8月份的时候 突然间跳出 他可能要离职了 不跳舞了 或者是等等怎样 那 但是其实最后也没有不跳舞了 自立门户了 所以其实数据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是 然后 我现在目前的话呢 就是 薪资的统计 我自己也是快分掉了 所以我专门有一个人资的 薪酬计算的人 在专门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自己做的话呢 也会很可怕 有各种各样的公式要套进去 然后呢 因为 每一个公式的话呢 每一次的调整 也都包含了数据的问题在里头 就可能跟你的请假 迟到 旷课 调课 等等之类 我都按照一定的绩效比例去进行扣解 然后呢 这个绩效比例呢 每个月要去核对数据玩意要再算 所以Sky 我拜托你 你的管理系统真的能不能赶快上 我们的黑皮斯管理系统 会尽快推给大家 但像数据这块 确实 你所有的运营的基础 其实是来自于数据 你如果说没有数据的这种 你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你说我们这个月好像做得好跟不好 那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没错 这个月到底新增是多少 续费是多少 你只有一个大概的话呢 其实是很危险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 知道的时候你的新增是多少 然后呢你的新增人群分布是那样子的 多少男女生的比例 年龄层的比例 然后呢这个月的新增开了多少个班级 这个东西你其实都必须要一目两难 而且我当时很好笑的就是 我从移动出来了以后的话呢 我要求我们的每个门店的每个店长 每个月 比如说六月的五号之前 要报给我五月份的金峰 金银分析数据哦 金峰 因为以前我在移动的时候就这么做 对 然后呢他们现在每个月都会 在月初的头五天的话呢 就把上个月金峰报给我 我还发给了我原来移动的老同事 给他们去看 他们说哦 好吧小树 你赢了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带进街舞行业 还要做金峰 然后呢各种PPT 丙图一块一块一块 然后呢曲线柱撞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看的很习惯 它有效 而且对我们班图都会很大 不然你说我们要制定一个价格 或我们要推出活动 或给我们团队订阅钱 那不能说我们拍个脑袋 好我们下个月订个100万 那你这100万的支持是哪呢 是 那肯定是要经过前面这个分析 包括对于市场的预判 没错啊 对 所以这块的话大家应该是再多花一点精力 跟心思花在这一块上面 能够对你们不管是说利润率啊 那包括管理效率的提高都会是一个质的提升 是 所以在如果说大家也一样和我一样在七个Sky的那套管理系统的话 一起共同期待一下 我们赶紧给它点个赞 然后呢希望Sky呢 赶快能够出这套系统 如果没有系统之前 也千万先不要放弃数据管理这件事情 能用人工做的事情 虽然麻烦一些 虽然更累一点 但我相信再看了各位 应该不是你们自己在做吧 就让你们的员工的话 累一点麻烦一点 可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非常完善的数据 这样子来作为你的决策判断 这个很重要 嗯是 那么我还了解到一个信息吗 最近就是可能我的那个师妹燕儿对吧 而且要加入你们 你们怎么会是说 会请这么一个国立一个顶级的舞者到你们这边来 因为之前像觉得这种顶级的大咖 应该都是在北上广啊这些地方 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把它挖到这边来挖到ST 嗯其实大咖主要在北上广 嗯但也有很多大咖分布在其他城市 明镜嘛 对对对对 其实呢这么说吧 因为虽然舞台我们ST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说了从14年的快乐式发展 然后呢14年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 15年的话呢 我们是打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升 嗯然后为16年的真正爆发去做一个准备 所以15年的这个上升期的话呢 我们就希望说呢圣舞台能够建设出最好的场馆 我们能够拥有最优质的学生 嗯然后呢我们能够拥有最好的导师 然后呢我们的教学团队提升的话呢 一方面是可能我们的教学团队需要有强力的人员助阵 嗯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自然考虑到了国内大咖的必要性 嗯你不得不说有一些国内大咖他自己本身是汉人 或者本身是成都人对所以呢他们就也不在北上馆 嗯那么用同样的概念啦 有很多在北上馆的导师呢国内大咖 其实他们并不是北京人上海人 他们其实是外地人 所以呢他们留在北京跟他们来到福建 嗯其实都是在外地生活 嗯没有没有差的 婴儿是西安人嘛对吧 对吧所以都一样是在外地生活 那这个时候的话ST更需要他 嗯所以呢ST的话呢也希望说我们的导师团队能够提升的话呢 我们可以开讲出大量的内训 嗯我们通过内训的方式来让导师不断提升 这样子的话我们教学质量肯定会更好一些 不至于让人说你知道就是 只做商业不做文化的团队 老师的水平在逐渐下滑 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它去做提升 当然我不得不说了 西盈儿能够来这里的话呢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福建有新鲜的空气 请各位北京的大咖如果你们 哈哈哈哈 已经还是有蓝天的 哈哈哈哈是啦 那我就能不能理解其实之前你们是在硬件 已经有一个很高的质量 我们现在其实包括硬件 我们把你们软件这块也拉了一个提升 其实你们软硬件这块 其实都如果提升完了之后 可能在16年就会有一些更大的动作 对其实硬件的话呢 我们现在目前的三家店 就这么说吧 我们的第一家09年进驻的宝龙店 在14年做了翻新 全不是局部翻新哦 是全部翻新 相当于一家新店了 然后呢 我们的14年建的太和店 和14年建的中平8090店 这三家店说白了 就得全部都在14年的话 重新翻新 或者是重建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硬件目前的话呢 是展新的硬件 是 然后所处的位置的话呢 区域分散 分散又比较理想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太和店开业的时候 我们做了比赛 然后邀请了一些国内的老师 过来开workshop 然后国内的老师都会说 哇 你们这场馆专修的也 过夸张掉了 对 所以技术非常好 因为我有多个卡 非常好 是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去年 在做的硬件的事情 那么15年的话呢 就像SKY讲的 软件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搭配上来 嗯 那么 因而的到来的话呢 无疑是在增强我们软件的部分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是很重要的 软件 硬件有 软件有 你真正的 运营模式 是不是非常的科学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正规 非常的能够让你的企业持续发展 如果没有的话呢 硬件只会拖垮你的资金链 软件呢 也许最终会带走你所有的导师 这有可能的哦 大家 所以呢 硬件 这真的是有可能的 所以硬件 一定要足够强的情况下 软件足够强的情况下 其实真正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运营模式 是不是足够的科学合力 可持续 只有这套模式是ok的情况下 那么软硬件的搭配才会好 这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从2015年 从今年开始大量的 和各个studio的主理人的话呢 去交流 然后去参加山学院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取长补短 吸取百家之产 然后呢 听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大家其实也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多交流 那我上个星期刚去过成都 也去跟我们的廖老师 廖俊老师的话呢 交流了一下 也确实有很多帮助 是 它提醒了我非常多 以前我没有想过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对于我相信 未来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要加入Skytalk 答不对是吗 嗯 对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 就这两年 其实包括今年 你也会接触到 比较我们行业多的 这些主理人 其实应该有一个 比较深的这种感受 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整个行业 你夸张点来说 就跟风了一样 整个行业变化特别特别大 那你对于我们行业的 这种现状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看法跟观点啊 嗯 其实这么说吧 现在目前 会投身在这个行业的人 都是看中了这个行业 知道说呢 这个行业是一个照亮产业 不然大家这个时候 进来干什么 对吧 那么 持续还在做的话呢 我是觉得说 整体行业的上升状况 在我的概念看来 第一个 是 有了 红色背景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很重要的 嗯 在国内 想要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多多少少的话呢 真的需要有国家在为你证明 大环境 大环境 对 在支持你在做 那么 去年到今年的话呢 这个大环境的氛围 也是变得越来越好 嗯 对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说呢 上层的部分 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呢 下层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真正在 学员结构上的部分 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呢 越来越多的 原本在学习其他类型的 才艺的 嗯 小朋友 或者说是其他类型的人 嗯 我先说小朋友吧 他们的话 逐渐 转型到了 来学习街舞 家长的话呢 让小朋友去学习 某一项才艺 嗯 家长有一些 家长的目的 希望说小朋友 表现得更加自信 或者更快乐 或者是 产生健庭 或者等等怎么样 嗯 但其实小朋友 他自己的话呢 是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嗯 我个人觉得哈 他们判断的很大一个标准 呃 依据呢就是 太不开心 好不好啊 对 然后呢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学习的话呢 可能街舞会 更好玩一些 是 所以呢 这就是 家长也满足了 他的内需 就是他想要让他的小孩呢 更自信 有表现力 或怎么样 嗯 不管学哪一种类型 都可以达到的情况下 其实家长OK的 那小朋友的话呢 又因为学街舞 更开心更好玩 所以呢 很多的小朋友 现在越来越多在学习 所以 这是我们发现的 说 逐渐的一个倾向 嗯 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 往少儿的方向去发展了 嗯 可能有一些团队在近 一年哦 嗯 然后呢 甚至2015年的话呢 才开始考虑 转少儿的这一块 嗯 但其实我们在 2011年左右 就已经开始 发现这件事情 逐渐在这个方向 在转 所以就是我说呢 在大环境的整个上面 它有一些改变 然后呢 下面的话呢 学员上面也有一些改变 那整体看来的话呢 这个行业的发展倾向 它就是呈上升趋势的 所以 我们就是说 嗯 像目前大家 既然投身这个行业了以后 又对于这个行业的认同度 是这么高的 嗯 就希望说呢 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创整个同行业的 发展环境 啊 不管是通过 学习呢 让大家去想到 怎么去改变它 然后呢 特别是 当时 商学院也提出的就是 让中国的孩子更有创造力 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提的就特别好 所以我更倾向呢 就是呢 整个行业能够做得起来 把盘子做大 有一万个人在学街舞 嗯 都被你拿走了 又有什么用呢 最好呢 能够有十万人在学街舞 你哪怕拿走百分之五十的市场 你也有五万人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在看到 上面和下面都是 这么好的基础的一个情况下呢 然后能够一起去 把这件事情推动起来 是 那么好 说到这里的话 那你对于ST未来 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还有行业呢 啊 啊 说到ST啊 嗯 这么讲啦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做 去玉代楼啦 哈哈哈哈 我相信大家也是哈 嗯 首先 创业嘛 对不对 嗯 难免是希望说呢 能够经营得更好 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 而且 原来我从移动词词出来的时候 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 可能在企业上班 你最后能做到什么职位 是你能看得到的 就是你天花板就是做到某一个经理 或者某一个老总啊 啊 那更高级 没必就已经不行了 但是呢 说来创业你无限的可能 嗯 谁知道ST最后会不会上市 也许呢 对吧 所以呢 我对于ST的期待就是 首先 我希望呢 它能够成为这个行业 在区域的领头一样 嗯 因为 我们 一直在以 以山洋文 啊 文化并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目标在前行 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文化 我还是大量的 让我的老师去保持着一定的竞技状态 去参加 比赛 所以呢 我希望说呢 我们成为行业领头一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想法 嗯 在 不偏离的情况下啊 目前 啊 能够持续不断的带动整个行业 所以ST如果能够真正成为行业领头一样的话呢 当然我是 特别期待的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 我希望 我们的创业伙伴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能够真正的 嗯 财务自由吧 好吧 这么说 嗯 因为真正出来 创业 我相信大家都有遇到的状况就是 可能老板比员工还好穷 啊 然后呢 员工的话呢 每个人 其实还在喊穷 啊 那么 我希望真的做到的事情就是 让大家 因为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创业反对 坦白来说的话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机构 现在目前都还叫做个 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的话呢 别有 我是老板 你是员工 这么个公司 一共就这么十几个人 你天天抬头部剑低头剑 你是老板 他是员工 其实你们都是创业伙伴 现在目前的话呢 整个ST 差不多有四十多号人 四十多号人的话呢 我都觉得这四十多号人 是我们的创业伙伴 我希望ST 未来的店 越开越多 我们未来的经营状况 越来越好 我们的这四十多号人 就是开国元勋 就是元老 然后呢 他们每个人 可以从现在 比如说掌管门店运营的部分的话呢 的 运营当中的一个角色 变成未来的话呢 运营当中的一个咖 从现在的 每比一个导师 未来的话呢 可以变成 在这个领域里头呢 我不敢说呢 竞赛的成绩有多高 但是呢 能够逃离满天下 能够真正的做到 受人尊敬的一个老师 然后实现财务自由 大家不要再 不要再喊穷了 真的 所以呢 能够实现整体的 行业的带动 成为区域的一个领头羊 然后呢 让我所有的串业伙伴 都实现财务自由 然后 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那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我想要去尝试一下 到底 我出来以后 可以走多远 嗯 这是我一个个人的部分嘛 因为 跟大家说嘛 我原来在通信行业的时候呢 我是做企业内训师的 嗯 我当时 做企业内训师的时候 有两门课程 嗯 一门课程的话 是TTT 三个T 可能有一部分人 会知道这是什么课程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 比较成功学的一个 一个课程 就是 相对来说是一个洗脑课 就教大家说呢 你们要如何做 怎么样优秀才能成功 整天都拿出了乔布斯啊 马云啊等等之类的人 然后呢 来做 做案例 做分析 然后给他们激励 但是呢 我自己每个月就零几千块钱 所以你想让自己成为案例 我想让自己能够成为 我曾经在课堂上面 用的案例 是 对 我希望说呢 既然我在 受课的时候 我在告诉大家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你们是可以成功的啊 通过什么样的努力 你们是可以成功的啊 通过什么样的努力 那么我自己如果都没有实践过 这件事情 能不能成功的话呢 我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 所以我希望说呢 我出来了以后呢 我自己可以 把我自己 的人生价值先实现 对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就是可能是属于 我自己个人的部分 因此 ST只要做好 说白了 领头羊的位置也就有了 大家的财务自由也就有了 我的 个人的目标的话呢 也就有了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基于 这家公司 这个团队 要做好 要发展 要不断上大 嗯 OK 所以也 期待跟大家一起跟我们交流 可以来福建晚 太早了 有些人 应该找得到我 好的 那么也是希望能够 刚刚所有的这些唱片 都能够早日成为现实 是 大家一起加油 OK 好 那么很高兴跟小树今天 能够做这么一起分享 感谢 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拜拜 大小龙 呢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